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一节要讲的是T度峰 T度峰就是我们三个例都要考虑的情况下 那这三个例是离心例 科斯例 还有其他T度例 这三个例互相平衡的时候 我们解出来的这个峰场 我们会叫它T度峰 归点WIN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你就是解V这个变数 你就把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根 把它写出来 会是下面这一行 然后在自然坐标中 速度长V一定是正值 而且它会是一个时数 所以这个第二项上面它这个V的解 第二项这边就是开根号这里 根号里面的部分一定要是正的值 也就是根号里面的这个第一项 F平方R平方除以4这一项 一定要大于第二项 这个R乘以7RT度例的这一项 所以你可以考虑说 譬如说在北半球 然后你有高压跟低压两种情况 高压的话在北半球是顺时针转的 就是我这边右上角画的这个示意图 意思就是说R一定是负的值 这是我们R的定义 那所以R是负的值 然后高压是顺时针转 所以那个它的N hat发现方向 这个N hat一定是指向高压的外侧 所以你的这个7RT度例呢 Parsal Phi除以Parsal N N越大的地方越往外走 压力会越来越低 因为高压中心在中间这里 那所以这个Parsal Phi除以Parsal N就一定会是负值 因为现在R是负的值 所以你上面这个式子 你可以把这个大于这个符号 两边的R都有R 所以你可以消掉一个 那因为R是负值 所以我们消掉之后 这个大于这个符号的左边的这个R 我们要给它一个绝对值 然后右边这个7RT度例 它也是一个负的值 然后所以我们也给它加一个绝对值 我们这边只是要来讨论它的大小而已 那所以这个关系 它告诉我们的事情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高压的7RT度例 就是现在在这个大于符号的右边的这里 高压的7RT度例 它必定会小于某个值 也就是说水平范围一定会非常宽广 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7RT度例 非常非常大的高压 那如果你要维持这个高压的强度继续发展的话 这个水平范围就必须要非常的广大才行 再来是当你往高压中心走的时候 R这个大R是区率半径 所以在高压的外围 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R 但是你进到高压的中心 越往中心走的时候 它的区率半径R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进入高压中心以后 R趋近于零 那R趋近于零就是这个 上面这个关系式的左边的分子就趋近于零了 所以这整个东西会趋近于零 也就是说这个7RT度例 这个大于符号的右边这半边 这个7RT度例也会趋近于零 它告诉你的就是 这个高压中心它必定是一个高原 它不会是一个很尖很尖的 那个7RT度例很大的这种配置 那如果是低压的情况 我们来看写在左下角的这边 低压在北半球是逆时针转的 所以它的R一定是大于零的 那我这边就没有画示意图了 你可以自己在脑海里面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是逆时针这样子转的 这个N hat就会指向低压的中心 所以越往低压中心走 它的7RT就必须要减小 这样它才会是低压 所以这个partial 5除以partial N 这个部分必须要小于零 那现在你来看上面这个关系式好了 现在这里的R平方F平方除以4 这整个东西都是正的值 然后R这边是正的值 但是这个7RT度力这边是负的值 这是对低压来讲 所以你是 你的这个数学上面的要求会是负的值 一定要小于某个正的值 那这个是很容易达成的 一定会达成 所以你的低压在发展的时候 意思就是你这个7RT度力 它可以持续的变得负更多 所以低压发展的时候 它的强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因为你可以负的负越来越多 但是它依然会符合上面的这个关系式 所以低压的水平范围 它可以缩到非常非常小 然后中心的7RT度也可以很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天气图的时候 你通常会看到高压 比如说太平洋富高 或是冬天的时候的大陆冷高压 它们的范围通常都非常的广大 然后7RT度力通常都比较小一点 但是低压 那举个例子就是像台风这样的低压系统 它的中心气压可以下降降到非常非常低 然后7RT度力可以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天气图上面的台风 它一圈一圈一圈的等压线可以画到非常非常的密 那在动力上面的证明跟解释 就是可以用这个T度峰的平衡来解释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只有考虑根号里面的 这个一定要是时数去讨论 那现在我们把整个速度长完整的解放进来 我们来讨论一下T度峰的可能的情况 这里总共会有八种可能的情况 为什么会有八种呢 就是R的化式区率半径 它就会有正的跟负的两种情况 另外一个是这个7RT度力 partial 5除以partial n 这一个它的正负号也会有两种情况 所以上面这里是正的 第二大部分是负的 所以你这样就2乘2就四种了 另外还有就是上面这个V的解 第一项在这里 那开根号的这边它可以有正负两种情况 所以你这边会有positive root 就是这边用正好的意思 另外一个negative root 就是这里用负号的意思 所以你就会变成是2乘2乘2 总共有八种情况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一一来讨论说 虽然看起来有八种情况 但是其实其中有四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我先让它每一项都给它一个符号 这样比较容易讨论 现在这个V的第一项就是负的FR R除以2 这个我把它叫做是A 然后你看这个开根号里面的这一项 这一项其实就是A的平方 你看这边有个F平方 R平方除以4 其实就是第一项这个A的平方 所以我这边写A平方 那R我还是这样叫它R 再来是7大T度力 partial5除以partialn 这个我就会叫它是D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 这个的话 你的R是正的 F也是正的 因为在北半球 那除以2 那前面这里有个负号 所以A这一项是负的 再来是R 然后R这边也是正的 那D的话7RT度力 这个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这个正的 7RT度力的情况 所以R乘以D也是正的 第二项这个根号里面的值 它就变成是A平方-RD 对不对 那现在R乘以D是一个正的值 那所以你是A平方减掉一个正的值 再去开根号 这个值就会比A的绝对值小 所以整个V这个数值的话 它是一个A这个负值 加上我们现在取这个positive root 所以是加上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正的值 比这个A的绝对值再小一点的正的值 所以你是一个负的值 加上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正的值 那你加出来的风数V就会小于0 那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自然坐标 在自然坐标里面V一定要是正值 所以这样子算出来的这个风数是负值 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一种情况在数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下一个是你中间的这个正负行我们用负的 negative root 那这个的话上面的这个各项的大小还是一样的讨论 只是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负的值 减掉一个小小的正的值 对不对 那你负的减掉正的 它一样是负的值 所以一样它还是不合理的 那再来下一个情况是 你用R是正的值 但是7RT度力变成是负的 好所以A这项不变还是负的值 但是D这一项会变成是负的 那所以R乘以D R还是正的 然后D是负的 所以R乘以D是负的值 再来 根号里面的就变成是A的平方 减掉一个小小的负的值 所以这整个东西开根号之后 它会大于A的绝对值 那现在我们用positive root 就是这边用加号 所以你是一个负值 这个A是负的值 加上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正的值 加起来它就会 V就会是正的 所以它是一个合理的 可以合理存在的组合 那下一个的话 就是用negative root 这边用负值 所以它是A一样是负值 然后你就是负值 减掉一个正的值 它还是负的 这个是不合理的 好那我们来看右半边 这边的情况 这边的话就是R是小于0的 所以R小于0 然后F是正的值 这边有个负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A是正的值 RD的话 R现在是负的 然后D的话 我们这边最上面这半部 是正的值 所以R乘以D会是负的值 那你现在就是A平方 减掉一个负的值 所以它会变成是 比A还要大 开根号之后会比A还要大 的一个正的值 那你现在用positive root 所以中间这边用正号 所以你的V会是正的值 加上一个再大一点的正的值 所以加起来的V会是正的值 是合理的 但是要记得它的风数会很大 那也是正的值 再加上一个正的值 那这个呢 negative root的话 就是一个正的值 减掉一个更大的正的值 所以这样减起来 它的这个V 风数会变成是负的值 就变成不合理了 所以这个不可能存在 然后再下一个 这个的话是你的D这一项 就是其他剃度力这一项呢 它会要用负的值 所以A是正的值 R是负的 D是负的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 就会是正的 根号里面是A平方 减掉一个正的值 然后再开根号 所以它一定会比A小一些些 但是它这个东西 本身也要是正的值 所以它会有这种关系 最后那个V的话 你就是在这一格的话 你是取这个positive root 所以是正的值 加上一个小小的正的值 那算出来的风数 也会是正的 它是合理的 但是风数还是有点偏大 最后一个 就是你一个正的值 减掉 就是你这边 用negative root 那这边就是正的值 减掉一个 比它小一点的正的值 所以减起来这个V 还是正的 所以它是合理的 好 那这样我们就 八种情况的 风数大小 还有那个V的正负 都已经分析过了 只要V是负的 我们就是不可能出现 所以框起来这个 就是剩下四种 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就一一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先看 这边括号其实有写 这个是像1的这个 它是一个psychonic flow 就是它是一个气旋式的环流 那这种是正常的低压 然后像右边这个2号的话 它是 它是一个 反气旋 然后但是它也是一个低压 而且它的风数会很大 所以这是一个异常低压 然后像3号的这一个的话 它是 antisychonic 也是顺时振转的 是一个反气旋 然后它是异常的高压 最后这一个反气旋 它是一个正常的高压 就是这个异常低压 如果我们能够冷卖 这么一样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 和这种异常 就是这个异常